农项奸香 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横顺精忧香醋 纯粹好醋 明天佳 孟老师好 黄老师好 陈老师好 在场24位女嘉宾 即现场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张婉月 今年33岁 来自烟台 目前在上海工作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荡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另一半可以帮我打领带 会打领带的女生举手 看一看 来 1号 你给前男友打过领带是吧 我没有给前男友打过领带 可能下一个就可以了 你的领带从哪儿学会的 我是上小学的时候按照记红领巾的那样的方法 是 孙丹丽 我之前是跳摩登舞的嘛 平时考试的时候呀 穿那种练功服也是要打领带的 然后我舞伴呢就不会打 然后就我帮他打 那一会儿你打一个 我们看看上来 可以 来 我会打两种 一种比较简单的 可能十秒就打好了 还有一种就比较复杂的 我要复杂那种吗 谢谢 喜欢 喜欢 谢谢 可以可以 好 谢谢 哎 为什么你希望 另一边帮你打理袋呢 因为刚工作的时候会参加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 比如说行业内的高峰论坛 或者一些朋友的婚礼 一些重要的场合可能需要打领带 我刚才在看孙丹妮给他打领带的过程中 我在体会一个男人为什么喜欢这个动作 就是他的那个幸福感 不仅是那个女人打好了领带 还要帮他扇扇领子啊 然后整理清楚啊 最后那个女生要很欣赏地看一下啊 很好很好很好 喜欢吗 喜欢吗 这个前前后的过程 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那种体验 是的 心理学上有一个心理亲密安全距离是半米 打领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密距离是 她在半米以内 她始终保有了一个空间 但这个空间又不断地在压缩 而且女生又很专注地在做一件很正经的事 就在给你认真地记领带 对 这是一种 两个人那种亲密的这种交流 下一个问题 我不希望另一半介意我偶尔说这个四字成语 你爱说成语是吧 有一点 十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那你能用那个四字成语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可能我只会几个简单的描述 但是我感觉用在我身上不太贴切 但是我感觉用在我身上不太贴切 比如说英俊潇洒 不能胡乱用啊 不能为了证明你会成语 你就欲树临风 我也会 但是不合适 对不对 风流倜傍那肯定也不太合适 合不合适 你看吧 李恒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来自一个三千年没有改名字的城市 这个话题特别适合李恒 你去他们那儿 他们那儿满街都是成语 我们很多城市的地方都是用成语来命名的 比如说像邯郸学部 大家经常会看到的完璧归照 胡夫骑射 还有黄梁一梦 至少有三到四千个成语出自邯郸 所以你来我们这边特别合适 对 那有空的时候应该都去邯郸走一走 很单的街头走一走 看片子 我叫张婉月 平时就喜欢海上三五好友聚聚 每次和他们吃饭 总会聊出很多有趣的话题 比如说连与人之间 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我觉得是掌握的信息差不多 记得高中那会儿大家都在埋头苦读 我趁着休息时间查高考招生简章 就因为比别人多知道那么个信息 后来凭借体育特长生的身份 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进入大学通过看新闻 了解到海外市场的发展前景 于是疯狂补习英语 毕业应聘了一家对外商务会议公司 做双语销售 再后来捕捉到政策的扶持 成为了现在的职业足球经理人 也有了自己的体育服务公司 代理国际推移球星在中国的商业活动 那你们觉得人和人之间最难协调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口味啊 你看这么一大桌的菜都是我为你们点的 我算是朋友里最会点菜的 除了菜量品类 我还会关注到菜品颜色的搭配 什么场合适合什么菜系 我都有所研究 老板菜去一下 那我有问你们一个问题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共鸣是什么 我觉得是情感之间的共鸣 《非诚勿扰》就是我的情感共鸣 我是他的铁杆粉丝了 节目中老师们的点评 节目中的文案 我会暂停把它们摘抄下来好好学习 看你抄那么多句子 有没有一个女朋友 嗯 太久 太久 是啊 爱情之事哪有那么容易 又不像事业 努力一把还有希望 不过呢 说不定哪天缘分到了 你就从我身边经过呢 他们跟我说你从第一年就开始看 对 我应该算是《非诚勿扰》的创始粉丝了 哦 我记得那可能是2010年的一个冬天 然后有一档风靡全校的 大型综合相亲节目突然就出现了 我和我的室友一直就在寝室里 观看咱们节目 这么多年吧 《非诚勿扰》对我的价值观的树立 或者是爱情观的形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左右 非常感谢《非诚勿扰》节目组 还有孟老师 看了13年 从20岁看到了33岁 你刚才说了一句《非诚勿扰》 有好多文案给你留下了印象 什么叫《非诚勿扰》的文案 我都不太懂 对啊 这个的话就是孟老师在台上很多表达的这个观点啊句子啊 可以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吧 等一等 那个叫我说过的话不叫文案 印象最深的我就举三条吧 说得好好听 说得好好听 一定很有道理 孟老师之前说过啊 这个爱情的最好的形式就是彼此欣赏和相互需要 这个可能也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爱情的最高印象形式 所以说得好没鼓掌了 再来一句 再有一条的话孟老师之前也阐述过 男人40岁之后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的阅历和人脉 还有的话就是最高级的教养就是让他人感到舒服 这个我说过 我怎么说些这么有道理的话啊 除了孟老师 其实陈老师还有黄老师的 那个不重要了 开玩笑你再说他们说的是什么 对陈老师 说得很有道理 陈老师之前说过就是爱的珍贵在于独特 但没有前三句好我感觉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像黄老师的话因为非常知性 然后有女性特有的一种魅力 黄老师之前说过谈恋爱 你只需要考虑你有多爱对方 跟她在一起的愿望有多强烈 如此而已 比上一句说得好 好 8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说你通过《街城舞扰》 建立了你自己的一个爱情观 你能够大概说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爱情观 是什么样的吗 我的爱情观的话 其实就是最好的形式就是说双方的话都有一种高度的认可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比如说工作经历或者是背景这边 在这平时里的话 会有很多的这种兴趣爱好相投 比如说她可以在我工作之余 然后做一桌美食 我们周末的话可以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出去玩一玩 这都是非常好的 对 谢谢 郑琪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其实点菜一直是我去外面吃饭的一个难题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你 像无论就是什么菜系的餐厅 我去到那个餐厅 我什么菜都想尝 然后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 或者是去小吃街的话 你会选择怎么点菜呢 如果两个人的话 其实还是要首先秉持一个原则吧 适量不浪费 如果是咱们俩去一家中餐馆点菜的话 可能三个菜左右就比较合适了 如果去小吃街的话 咱们可以去所有的小吃摊排着点一点 然后每个的话只要半份 可以多尝试几个不同的口味这样 对 你别说点菜它真的还是一个学问 比如说两个人约会去选地方吃饭的话 男生如果主导这件事情 最好不要去尝试 谁都没去过的餐厅 就这个地方谁都没去过 那你根本不知道它菜怎么样 起码要你自己去吃过 而且觉得自己和别人的评价口碑都还不错 不会掉坑入坑 对菜品有把握的 去这样的饭店 相对来说安全度比较高 对的 对的 同意 然后点菜呢 点几个你吃过确信不错的菜 然后呢我们再尝试一个 没尝过的新菜比较好 尽可能地照顾在座的 每一位食客的口味 还要考虑到兜里的钱 你的那个工作其实我很感兴趣 到现在还没聊到 工作的话就是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然后像在座的女嘉宾 可能都有一些喜欢的海外明星吧 我就类似于这些明星的 中方经济负责人吧 如果的话有品牌方 想邀请他们来国内做活动的话 都由我这边来负责 举个例子的话 像已故球王巴西的贝利 对 这个是德国的传奇民宿 克林斯曼 相信孟老师对他比较熟悉 卡洛斯 黄金左脚 对 然后这个的话是巴西的金左脚 之前被誉为世界第一左后卫的 罗伯特卡洛斯 13号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看到你做这个足球相关的职业 我也是一个足球迷 然后特别喜欢梅西 特别喜欢内玛尔 就是 就是 假如说我们之后可以有发展成功 其实我好激动 就是你可以带我去吗 没问题 我的一个理想的话 就是可以带领另一半去自己心爱的俱乐部 看下一条 缘分确实很奇妙 那是一场老乡会 回眸那一刻 突然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老乡你好 周末可以帮我办下寝室吗 那天 是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他 知性文雅 有浓浓的书卷气 我们一起吃了午饭 他带我逛了校园 后来 虽然见面次数不多 但每天都会发信息 和他相处的日子 我每次都会路过一个游乐园 不会想象在那里和他告白的场景 我终于等来了那一天 在游乐园的摩天轮上 我向他表白了 我今天可能又要到后半夜了 行 那你先忙 等你做完实验了 给我打电话 我不放心他一个人走夜路 每晚都通着电话陪他回寝室 明天老王请咱们吃饭 要不一起去吧 我这一个礼拜太累了 只想躺着 要不你自己去吧 感情中 我很希望另一半 能加入到我的朋友聚会中 我也想 她的闺蜜聚会能带上我 但是 我们总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 后来 我事业上遇到一些压力 她也面临工作上的抉择 女生以未来发展方向不同 向我提出了分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一段恋爱之中 两个人相处多久 可以带对方去见彼此的一些朋友 或者家人呢 我觉得如果男女双方确立关系之后吧 半年以上吧 然后这个时间节点的话 就是见一些亲密的朋友啊兄弟啊 或者闺蜜也就比较合适 如果在春节期间 或者是更重要的时间的话 见家人的话 可能会更比较合适一些 对 我也是这样 因为我谈一段恋爱 我并不喜欢刚开始相处 就一定要去介入对方的一些朋友圈 或者亲友圈 我觉得那样不太稳妥 就是希望对方 跟自己比较稳定之后 再去见面会比较好 嗯 对的 对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 是的 谢谢 马亦凡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我从你的VCR里面看到 你很希望你的女朋友 去参与你朋友的这些聚会嘛 但是我想问的是 如果这个女生比较腼腆 你会怎么处理呢 如果女生的话 性格上比较内向啊 对 或者有这种设恐的 首先我会完全顾及她 我首先不会强迫她 去参加我朋友的聚会 我也会从另一个方面 比较委婉地 然后告诉我朋友 我的另一半 然后今天有事情啊 或者身体不适啊 确实参加不了吧 然后我再抽出特定的时间 来陪伴我的另一半 好的 谢谢 谢谢 其实设恐不设恐 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只要你足够喜欢那个男孩 即便你不是那种 特别善于交际 特别能够在社交场合 如鱼得水那种人 我也经常看到这种女孩 在自己男朋友身边 不说话嘛 乖乖地在男孩旁边坐着 满脸冒着泡泡的 混缩泡 看着自己的男朋友 两个人胡响啵啵啥的 不说话 就寒气默默地看着那男朋友 就OK了吗 另外一种能喝能聊的 那就聊吧 大家都说兄弟 喝呀 聊啊 都可以 但是他只要喜欢这个男生 一定会对他的朋友 他在朋友中间的样子 是好奇的 是仰望的 是喜欢的 否则大概率对你就没兴趣 15号 男嘉宾您好 你好 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带我 去见你的兄弟们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是比较片面的 我希望通过看到你跟服务员 或者跟兄弟的相处 看到你更多跟其他人交往的一面 但是我又是不希望能带你去见我的闺蜜 我感觉女生在恋爱中都会有一些小的烦恼 想跟自己的闺蜜吐槽 就是我就不太想带上你 你可以理解吗 这一点也可以理解 是吧 我可以不参加你和你闺蜜的聚会 但如果你愿意来参加我的好朋友 或者兄弟们之间的周末聚会 我是非常开心和高兴的 就是保证互相的朋友都能见过面就可以了 对对 就是有一定的独立的空间都是OK的 好的 谢谢 女生在一块聚会的时候 吐槽男朋友是一个固定话题 点着一箱啤酒 吐槽男朋友一吐吐一酒 他能骂一晚上 男人聚会从来没有说一帮老爷们没事 喝着啤酒骂女朋友骂一晚上 没有 对对对 张欣 男嘉宾你好 你有你的朋友聚会希望我去参加 那我也有我的闺蜜 然后希望你能一起来跟我参加我闺蜜的聚会 我想问一下如果时间冲突了 你的朋友也安排了一场聚会 我的朋友也安排了一场聚会 像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处理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会跟这个另一半首先坦率的 然后沟通一下 可能的话我两场约的话我都会付 六点到七点场 然后很快的到我朋友那边去溜一圈 跟他们打个招呼 稍微解释一下 然后尽可能的话 七点半这边和晚上剩余时间 然后就到另一半的活动现场 好 跟我的处理方法差不多 最后一个问题 王子晶 就是我之前经历过一段恋爱是一国恋 他遇见这种问题的时候 就是带着我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一玩呢可能就玩到大半夜 后半夜就回去 可能我们两个根本没有时间交流 然后本来就是 短短在国内待的几天 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所以说你的时间是多的吗 平时 相对来说 然后我的这个事业的话 目前的话 处于一个稳定的上升期吧 自己的把控力和控制力是比较强的 可以跟另一半妥善地协调一下 关于时间分配的这个问题 对 特别遗憾 两位老师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一下子灯都灭完了呢 对 那个赵琴不是要去跟他追星的吗 对啊 就是通过对你就是在台上的了解 包括你开始就是希望不要介意你去 用四字成语啊这样 就是我感觉你可能是偏理性 就是没有那么浪漫的一个人 我期待的另一半是比较浪漫 比较感性比较冲动这种 我想问男嘉宾 你爱切尔西吗 我爱 爱足球吗 爱 你要像爱切尔西一样爱你女朋友 当然 你看你现在语声调都高起来了 你语言都精炼了 你脸上开始笑了 你开始感觉到你的体内有一种力量在燃起 体育场对男人而言是离爱情最像的地方 因为它的荷尔蒙 多巴胺 所有的这些大脑的化学物质 像火山喷发一样 盖掉你所有的理性 我相信你如果在现场看球 切尔西进球了 你不会像现在如此沉稳地 用四字成语来表达 哇 家具天成 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一进了以后不可思议啊 你就不会这么去说话 你会开始尖叫热血 啊 然后就用最原始的本能的 动物性的一面去 对爱情是用动物性的一面去激发 再用理性的一面去约束 你得先找到动物性的那一面 谢谢陈老师 希望你今天离开这个舞台之后 有空继续看《非诚勿扰》啊 必须的 一直看到我退休 好 谢谢孟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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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